先檢查一下,還有少許龍起 希望可以擦散 今天是星期一上班,正常上班 但也會收到一些公司內部的傳言消息 因為始終我們做agent 工 今天想說agent 工的那種 憶來信秀,或者是身不由己的感覺 尤其是agent 工 首先在英國,有工也好,有收入 沒有工也會投入,不知如何賺錢回來 有工也會發覺有很多層次 agent 工 agent 工 究竟你做了多少個月呢? 都有層次,不同分別 然後長工等等 但你覺得好像是身不由己 話說上星期,仇雲慘霧 那種感覺 原來也是有些原因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今天上班發現,少了很多人 有些人 有些人 上個星期沒有回來 今個星期又沒有回來 不尋常 你說一個半個沒有回來 我當作請假 四、五個一起沒有回來 開始覺得不對勁了 是不是集體resight 為什麼呢? 就在想 他們應該不做 因為我們有很多工作 工廠那裏 但真正的原因 看法真的被剪掉了 譬如我們當聖 當聖有十幾個員工 現在我今天上班的時候 有七、八個 連我七、八個 八個、九個 仇雲慘霧 即是剪了一半 後來問了資深同事 已經剪了一半 所以你見不到一些同事 你留在這裏 是不是一個好菜呢? 就不知道 我上次的故事是連了 上次的 例如我的上司 他說我Lazy 是不是有動機想剪了我呢? 其實可能有的 但又剪不中我 不知道是不是他好人 還是他一個壞人 我也不知道 好人的 你可以這樣想到 他保你 就是保你 在這裏 不好的 他就在這裏 說你Lazy 一兩句 即是整個故事 是 還在組織 但是公司真的剪了人 其中一個 我講過 就是 尼亞的一個同事 跟我一起收拾垃圾 那時候 那時候 都不見了 這樣 還有那個 尼亞的同事 是帶了一條女子 過來做的 這條女子 也不知道做不到 事情 所以 你會感覺到 公司 其實 她 當然是選了一些有用的人 留在這裏 沒有用那些 踢走她 但是 尼亞的男子 其實是 有用的 我覺得她很勤力的 不過 她的女兒 也不知道 她的女兒 好像都 傻傻傻 不知道是否在做事 有些同事 我理解 就是你剪了她 是不是 有一個很勤力的 都剪了 所以 我也不清楚了 所以今天 跟同事 那她們剪掉人 是甚麼標準 理論上 我們的表現 是會 在電腦上 但我所說 我都沒有帳戶 我都用別人的帳戶 有時候 在做事 是看不到數 簡單來說 只是憑感覺 我自己的 表現 是憑感覺 她們要憑感覺 去判定 究竟 是否害怕我 然後 覺得 很心不由己 突然之間 我本來 以為 我們那部門 要放置 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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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出 以為 我們這部門 很嚴重 寸法 所以她們覺得 沒有人很嚴重 好像 那些相對 會判定 以為 我們這部門 當然 因為她們覺得 我們 沒有法寸法 好像 好多人 卡本 一拍手指,那一半是怎麽來的,是不清楚的 但我看過那一半的人通常都是新人 即是未養大的小雞就拿出去買 有一個比我更長,剛才提到尼尼亞的男生 為何兩個都比我更長 兩個男生都不見了 所以有時候都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標準去鋸人 你說是否做了長久不割?不是的,比我更長 可能一兩個月更長 遲離過我的新人,可能都不知頭不知腦 就走了 我心想你請你幹什麽呢? 請完人又咳人,請你幹什麽呢? 所以有一種很慨嘆的感覺,我開始明白了 我們做agent工就好像打遊戲一樣 總之就是 有事就是中無嚴,無事限盈春 揮之則來揮之則去 我喜歡用就拉你過來,用幾天 我突然之間的政策改了 我要加一半,就是一半 交入名給他一半 然後就說你們不用上班了 當然可以復活的 他多事做,就叫你回來 坐下都按膠吧 但你會感覺到,哦 我只是一線之差 譬如我今天還要上班 有些人已經沒有了份工 原來只是一線之差 就是說,原來是 一個小小的決定 別人一個小小的決定 就沒有了份工 或者這樣說 就是回歸初心 他本來的公司就是 聘用臨時工的 頂著Pit Season 他們都很浮動 突然之間工作量多了 那就一大堆人了 工作量都做得完 那就減半 未來會不會再減呢 看不怕都會 減哪個呢 應該到我了 應該到我了 即是頭一次減不中 應該是有點幸運 所以我說很不喜歡那個上司 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可能他有機會真的補了我出來 不知道 即是他要交人的時候 沒有交我出來 不過銀了兩句 做快點 做快點 今天就沒有給他銀了 那就做吧 但速度上 不會特別快 總之是正常速度 做到就做 都沒有做不到 做不到就慢一點 尋找一些盒 尋找位置 他沒有吹咎我們 但情況好像是 不太理想樂觀 即是當隔壁的團隊 即是我們是 同氣連資 即是幾個部門 雖然不同的部門 但你真的會感覺到 有些問題 即是你會感覺到 他有問題 那時候我們的部門 有沒有問題 一定都會有 例如旁邊的部門 即是 看到大概是 Cut 中 Cut 中 或者Cut 兩日 Cut一日 Cut一日 他們沒有Cut 中 Cut 中 Cut 一日 有時候是不回意的,有時候會看,是否有人請假呢? 為何少了這麼多人,問清楚真的減掉了 原來那種仇雲慘霧的感覺不是錯 我感覺到的感覺不是錯 那次銀我們一定是有事發生了,真的減掉了 那種感覺是很離奇的 你也跟同事做了兩個多月的同事 我當時那個同事也在 給我來 然後跟他說沒有的,沒有說再見,散水餅都沒有吃 什麼都沒有 常常在午餐時間都會看到他的 看到那個和那個 不見了 不見了 我還很記得那時候吃那個披薩 公司請了吃披薩 披薩之後就不見了那些人 感覺上都好像跟那些人,又未到出生入死 不過都共過少少患難 不見了那些人 就像風中微塵一樣 Dust in the rain 是不是這首歌 這樣就不見了 不見了一半 那沒有的,他們的Dust in the rain 我想就是看預算 就是沒什麼錢 那就是卡一半 教人了,那就是卡一半 所以接下來 我也不知道 究竟會不會再有什麼變化呢 還是已經是尺寸了 就是 我的隊伍尺寸了 或者他可能還在測試 看看我現在 可能十個八個這樣夠不夠做 不夠做才加四五個下去 不是的話就可能定型 如果不是定型的話 難道他再剪多幾個? 一個兩個 是他定型的 所以你會更加review到 原來Agent公仔是一個 搞什麼樣的回事 突然死亡都沒有人知道 突然之間跟你說 我明天沒什麼事 那是沒有先少的 公司都不需要對你交代 他拍手指,他不需要對你交代 需要對他說 什麼原因呢? 沒有,不需要 要人就要人 不要人就不要人 就是這樣 所以很有趣 在這裏做 雖然是八字五 你會覺得我好像正在回長工 但你並不是 你真的正在回臨時工 他的政策是會左改右改的 突然之間今天 要很多人 就叫你回來 突然之間 我不要人 然後就不要了 頭一兩個月 有些動物月期 即是 即是都翻足工 雖然都不是很喜歡這份工 即是很苦悶 但你也看到他 是一份很長工的感覺 即是 一至五 還問你要不要OT 這樣 今個月 今個禮拜就開始沒有了OT 即是人人都不需要OT 當然我自己是一個小員工 我們看到局部的數據 有時候都是左問右問之下才知道 究竟他在內 究竟是要不要人呢 或者是未來參差 真的不清楚 很迷目 即是回家 可能突然之間 突然說不用回家 如果不用回家 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 因為我也一直在掙扎 回家不回家 回家有錢 不回家 是開心的 拿些錢去玩 去吃 你會 從此以後 你會對 英國工作多重認識 尤其是Asian工的範疇 因為有很多Asian工 在英國 記死記就是 你只不過是臨時工 真的炒散 真的炒散 有好又不好 快來快往 有空做一下這間做一下那間 類似這樣的形態 遊牧民族 工作的遊牧民族 以色列人 四處流光 所以 看看怎樣 今天都跟同事聊天 說 我都不太想做 那些同事勸我 就說 先做住 除非找到更好 先走 不然的話先頂住 還有未來也不知道 未來可能都會兜人 再算 但我都不排除我的衝動 突然想自裂 看心情 順帶 很奇怪 很多離奇事發生 那天 他的嘗試銀了我 原來他自己也有些事 他的嘗試 後來再問回 因為他 之後 那個星期是沒有上班的 那個上司 我說他那個十九上司 原來 他親人過世 因為他媽媽過世 所以整個星期都沒有上班 那就算了 所以今天我又聽到這樣的消息 聽到原來他親人過世 雖然對他有些怨氣 但算了 你很難說他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說我們 可能就是那天心情不好 又處理家人的事情 他媽媽的事情 你不知道 那就算了 我們幾個同事都 那算了 雖然他仍然是一條仆街 不過就算了 因為他人生 他有個大關口要過 那就由他 那就算了 總之河水不犯井水就算了 一筆勾銷 但你會感覺到 譬如他的負能量是會帶回來公司 然後我們又會感覺到 很有趣 所以我整個星期 不知為何會覺得 有一種悲傷的感覺 這是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我不知道怎麼說 看你信不信 人呢 譬如你有左右腦 有一邊是負責感情那邊 非理性 那邊的腦 其實你會感覺到別人的情緒 你不知為何 他沒有說話 但是你會感覺到 不知為何 我是很 很傷心的 上個星期 是 他壞了我之後 壞了我們之後 第一 首先公司就是欺人 這種傷心 第二種傷心 我想就是這位上司的事 他沒有說話 但是 可能 氣場的事 會感覺到 我覺得有點離奇 這個感覺 是 原廟 或者叫做 原學的 有些原廟 但我還是真的有的 你會感覺到 解釋不到 總之 會感覺到很傷心 傷心什麼 我又想不到 我又不知什麼事 你會覺得很傷心 所以我上個星期都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 那我今天就 咦 哦 開始了解了 哦 原來是有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感覺到正 因為他的情緒 令我感覺到正 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一種 可能跟你一個沒有關係的人 他沒有說過任何的事情 他內心的感覺 你會突然之間 你會感覺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 但我就有了 即是出奇地 我好像感覺到 一些事情 但說不到 後來才證實到 一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 都是殺雲慘母 無論是 我這個上司 他上班又沒有什麼 他又 他又 不會說什麼事 可能是跟同事 熟悉的才說 接著 接著收到電話 聽回來 也有簡單一兩句 說一下 他又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處理了一些事情 但是 剪了別人是真的 就是 一些 戰友不見了 所以那些戰友不太熟 熟悉的那些都還在 那些香港人 那幾個都還在 但是 你會覺得 當然是 很多事情不是必然 簡單來說 我今天有錢賺 不是必然 這種感覺就是 代表什麼呢 你還是在食物鏈上最低層 看天打掛才能吃 就是 食物鏈上最高層的 倒轉 是決定別人 又沒得吃 不是 別人決定我 又沒得吃 這個是深深體會到 這種感受 看看 未來 未來 還有希望 就算這份 真的炒了 也可以找個另一份 等等 或者休息一下 很多 新方向 但是 你會感覺到 哇 我們香港人的命運 在移民的過程 是 有辣 又不辣 看著一些 有贏著走的 例如 賣樓 大夠錢過來 就算這份 從零開始 也有渣男的 看著一些人 有些可能 剛剛夠 有些人 也會面對 經濟不景氣 所以 都沒有了 一起捱 眾香港人 來到 英國一起捱 看看 最後 會得到些什麼 五年 十年後 世界大戰 未來也會說 世界大戰 我覺得已經發生著了 已經分了哪 就是 莊銓已經分了 所以 我覺得 我們香港人 都要 留意 世界大戰的方向 不是一個正式叫做世界大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 好像 已經在隱忍發生著 這件事 先說到這裏 謝謝大家 拜拜